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接枪 结果这把干枪 它就是我的第二生命 1997年武警开转解棍工程 北社支队用最短的时间 不凡声音乐了 那是给我们广西 给我们总队跟北社 是真的面识了 没有哪一仗我们打不赢的 是吧 当年我们神罗的27公里边境线 情况复杂 杂草重生 杀戮弃者 既要防止地雷 还要提防被伏击的危险 为部队的这个砍柴 人工负伤 我这个手就等于这样 它就失去了功能了 以前还在部队集成下 我经常角色跟部队的战士 干部还打篮球 打平方球 甚至还比赛 哈哈哈哈 不得有成绩 它就有成就感 所以我最高兴的时候 看到部下能够成长 能够进步 超过事情那更好 让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 每年年三十晚 到新兵大队和新兵同志之年饭 我就会问我们的新战士 你们想家吗 有时候 快想想想 那我就来一首 想家就收一首歌曲 但是我们去年光想家不行 因为 什么呢 还有首歌 战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东国将欢乐 舞动 让我们家是终于笑脸 穿上这种军装 都特别幸福 我转业离开部队二十一年了 所以我对这身军装 我一直没有脱下来 我这个奸章 这些岭花 我是在部队盯上来 我一直没有爬下来的 永久的纪念 就是可能在 我们平时日常的训练 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 此次我们每一天去认真的 对待每一项事情 每一项工作 我觉得就很幸福 这对党委为我们组织一个 催浴仪式 这是可以说是我 曾经二十一年 让我记忆有心的一件事 当时我也作为催浴干部 仪式上做了发言 参加那个活动 在某一一刹那 我油然而生 我落泪了 最大的遗憾 有油炸有我这个手不受伤 虽然很可能我不在领导岗位 但是我为社会 为国家 或者为部队 做出的贡献 就不止仅仅这样而已 乐业中队有个事务长叫 金里广 1999年的9月11号 他为了增加 地方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项目的 淡险考察 不幸失踪 当时我带了几个人 也查业了营救 通过两年两夜的营救 很遗憾 没有人把他营救回来 他牺牲了 他是个好干部 一百多年不一 那么我们下一步 要建立党的部署 把我们自己工作做好 每一代金银都有 每一代金银的使命 为两个一百年 强迫梦而奋斗 要做出我们营有的贡献 学会拥有 珍惜拥有 就拥有军人的精神 债富 让我们白色支队 成为遗留的部队 为白色的进步 尚照这个 良好的社会环境 不如使命 不负重拖 让党和人民放心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武警官兵 就是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把我们支队的传家宝 传承好 发扬好 在这40年里 提供出了很多 特别好的精神特质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武警官兵 应该更好地把这些 精神特质延续下去 在本职岗位上 发光发热 这才是对老一辈 最好的传承 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 一茬茬支队官兵 接续奋斗的足迹 现在 杰力棒传承到我们的手中 我们一定要 传承好红色基因 立足好自身岗位 扎根红尘 为祖国的强军事业 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四十年 变得是军装 变得是面孔 不变得是坚定的忠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